市长赖青的表示过去的工地施工时都很随便 只要有建筑工地 民众一定会来抗议沙尘飞到住户里 维林美化最早做的是台北市 最后慢慢有成效之后 各地也纷纷跟进推广 台南市已经升格之下市 自然不落然后要跟进 但如果没有厂商的配合 市服也很难进行 而且现在的工地周围绿里如此漂亮 经过时欣赏一下 就好像走过植物园一样 这是非常好的观念 过去都很清菜 过去时代很清菜 所以如果你去住的时候 民众一定来抗议 应该背来到他们家 那是怎样 结果最早开始做的是台北市 台湾的首都开始做 做的有成效 渐渐的其他城市也在推广 我们台南市已经升格为直辖市 自然不落人后 一定也要跟进 但是如果没有大家配合 没有大家支持 其实我们也很难进行 尤其现在看到建筑在盖的时候 绿梨那么漂亮 走过身边的话也会去欣赏一下 好像是走过一个植物园一样 会去看一下说这个这么漂亮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另外一点就是说 在前一阵子 这个登革这个期间 也沉蒙我们业界的大力配合 虽然市政府有罚款 那么有停工的这个严格处分 你们也都配合 我非常感谢 公务局长吴中龙表示 只要临街道路20米高度6层楼以上的工地规模 一定要做绿色围离 这是台南新的政策 这次比赛分成三组 第一个要强制参加的为旗舰组 第二组为一般组 是对这个活动有兴趣 而且自认做的非常好的业者 另外今年也特别设了一个工友组 就是凡是在台南市公家机关所做的建筑物 就可以来参加 我们强制 凡是临街道路20米高度6层楼以上 相信也是20米 那这种规模的是一定要做绿色的为例 这是台南市新的一个政策 而且今年已经是第二年 那今天的比赛我们分成三组 第一纸就所谓一定要强制参加的所谓旗舰纸 就是道路20米 那个高度20米就6层楼以上 这是一定要参加 第二纸就是一般纸 就是基本上这个有兴趣 而且它住之内做得非常好的 这个也可以参加叫一般纸 另外我们今年特别设了一个工友纸 就是凡是在台南市的公家机关所做的建筑物 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第三纸 而这次比赛得奖名单旗舰主特优 是中大建设林波阳建案 优等是商药建设的湖美地景建案 加做者是国台建设建案文宁燕 一般主特优由智隆建设的南科彩绘春 优等是柳屋开发的六甲奇迹 加做是上阳建设的上阳天聚 共有组则由成功大学理学大楼获得 记者黄俊怀谈谈报道